有20位朋友们问说 下请问 以语言为专长的学生 例如像说发文器 除了做翻译 做教学等等的工作之外 有没有什么新的产业 也适合这些学生 那还有想请问说 语言设计师的工作内容 跟细节是什么 我自己的经验 我是语言设计师 没有错 所以先回答后面这个 我们在设计电脑语言的时候 大概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看说 同样的这个概念 它的常用的程度 你怎么样把它编码成 越常用就可以用越短的方式 去把它表现出来 而这个短呢 它的意思并不只是写起来很短 而是说你在工作记忆 因为每个人同时 大概处理七个不同的概念 怎么样子去挑 正确的概念的组合 好像乐道积木一样 当你在处理一个 很复杂的系统的时候 你不需要用到全部七个 而是说你可以用三四个概念 就组合在一起 举例来说 像这个对我做简报就很好用 就是我在去年那时候受邀去国际上面去分享我们的防疫的 就是全民参与防疫的做法 那那个时候不管是卫福部或者是其他的部会 都给我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但是事实上当时我只有六分钟的时间可以讲这些东西 那所以就是像我做程序员设计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说那我怎么样子去用一些比较抽象 但是把它重叠起来的时候 一下就可以解释事情的这些概念 那所以我通常发现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是大部分设计工作都是睡着的时候发生的 我就把这些资料都看完 然后就去睡觉 那睡大概八个小时 就是用幽默的方式来反制谣言等等 那但是当然你说这些工作 它事实上是压缩率非常高 因为它用了这个alliteration 用了rhyming 用了一些就是文字 或者是特别是在hip hop 这个老神讲用了一些技巧 那让大家可以很容易把这些概念组 不是需要三个工作记忆的栏位 而是只需要一个栏位 就可以把它一次记得 那之后的联想就非常容易 而且我在做检报的时候 即使完全不了解台湾实习状况的朋友 也可以到最后谈 就是就算是新的fast clarify humor over rumor 它也可以在脑里自动在展开 我就是检报里面全部的这些资讯的脉络等等 所以原设计师的工作 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调这些root 这些词跟这些 你要从哪些词来去展开全部的意义 而不是说把就是相同的东西 用好几种不同的方式 而彼此可能它nuances 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去让每个人的认知成本增加 而是说这些nuances应该是每个人在用的时候 尽可能让那个用的人 有尽可能多的表现的机会 而不是说大家都要迎合一开始的 那个设计师的表现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这种语言设计的时候 其实非常在意这个二创或者三创 因为我们创造出了这个语言 它未来一定会被很多的 就是韩式库就是城市库 就是实际自己在写这些语言的人 他自己又会再创造出一些新的词汇来 那我们怎么样不要挡到我们的后代的这些使用者 因为这些使用者又会再创造出这个语言更多的变化 去让再后面的使用者使用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 对重要的就是good enough 就是够好就好 有的时候够好就留白 然后就停在那边 因为我们如果做得很完美 那只是对我们当下的这个语言 在使用的时候太完美 但是其实因为太完美了 所以它会破坏掉后面的人 这个二次创作的这个机会 所以就是开放式的创型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尽可能往未来去留白 那刚刚讲到大家脑里可以放七个 这个工作记忆嘛 加减二 那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主要的概念 或者主要的抽象层 可能就用到其中不要超过一半 可能两三个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每个在用这个语言的人 他又可以自己去创发的部分 所以这是工作的具体的内容 那么如果语言是就是发文系的朋友 那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这个迪彻斯特教授很久以前 就有一个名言 就是说你的程式写得多好 完全取决于你的文学造诣多好 因为这两个基本上是同样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对于多个语言都有兴趣 那你也把它掌握到很好的程度 那我们就非常欢迎你来做程式设计 因为你在程式设计里面 其实就是要在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中间去做调和 而且绝大部分程式现在都是写给人看的 因为比较是属于机器语言的那一层写给机器看的 现在基本上都是电脑自动光 你产生的已经很少人需要直接去写到这些底层的 比较是指令式的这种操作 我们现在在写的都比较是把人的需求去转译成其他人可以看的懂 而且不会会作译的这些概念 那这些概念就跟翻译的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非常像的 而且也跟翻译一样 现在有非常多就是机器学习的工具 可以去把里面无聊的部分 就是插字典那些部分全部都自动化掉 那我们大部分要处理的其实是 要在对方的就是别的程式设计师的心中 就是造出怎么样子的一个 我们叫conceptual integrity 就是在脑里面有一个概念的完整性 那这个又跟写非常长篇的这个文章 但是里面每一段都要压运 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对翻译对外语 对怎么样子有兴趣的话 我是尽可能的想要挖张鸟 就是来了解一下程式语言的美丽 然后学跟你工作比较相关的一些程式语言 包含在Excel里面的那个公式的那个语言 就是等于号开头那个语言 那也是一种函数式程式语言 并不是说一定要学哪一种特定的语言本身 而是说去了解到说程式语言跟自然语言 其实是非常像的东西 那大概是这样子